相传太平天国灭亡后 曾国权 彭玉林等乡军将领 曾竭力劝说曾国藩起兵造反 他们的理由也很简单 当年咸丰皇帝临死之际 留有一言说 克服金陵者王 朕已经不信了 明发尚誉 照告天下 不管是谁 是汉人满人 一概不论 凡是能攻破南京 剿灭发肥者 朕封他为王 但现如今 金陵克服了 朝廷却食言 既没有封曾国藩为王 仅以一个侯爵打发 并且还多次下诏 要求曾国藩重速办理军费报销 也就是赶紧裁军 朝廷此举明显就是过河拆桥 觉得太平天国没了 乡军无用了 该吐死狗烹 鸟尽攻藏 拿乡军开刀了 因此本着朝廷不给自己活路 总归是一死 不如反而拉倒的理念 曾国权等人便力劝曾国藩造反 搏一把吧 说不定成功了呢 不过面对部下的劝劲 曾国藩表现得很冷静 他一口回绝了造反的提议 对此 曾国权彭玉林等人感到很不解 他们对曾国藩说道 两江是你的 敏浙是左宗棠的 江苏是李鸿章的 现在我们有三个现任总督 五个现任巡抚 东南半壁江山 皆由香淮两系操控 精兵不下二十万 如果有需要 还可在前李秀城镇臂一呼 收纳十余万太平军 到时候就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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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在给香军下半子 朝廷就不用多说了 早有防备 森格林倩以进脚撵军为名 进驻安徽 胡广总督官文 率军十万 屯树武昌 冯子才 都兴阿 傅明阿 分柱 镇江 马鞍山 杨周 从四面八方 将香军困死在了南京附近 左宗棠 李鸿章等人也不必多讲 他们对满清朝廷未必有多忠诚 但谁的胳膊粗 他们还是清楚的 不管曾国藩有没有反应 与其保持一定的距离 总归不会错 毕竟如果让朝廷感觉到汉人在暗中抱团 那么他们就该找阎王报到 至于香军本身 也确实是狼行千里吃肉的产物 战斗力全靠喂肉保持 但是自从香军攻克南京以后 朝廷没那么多银子养兵了 没有钱 曾国藩当时连维系香军不华便都困难 更别提造反了 当然在当时那个时代 曾国藩想造反 他还可以借助洋人的力量 但问题是 清政府签订的三个北京条约 已经把能出卖的利益全出卖了 到了曾国藩这里 他还能卖什么 他卖无可卖 手上缺少筹码 列强必然不会支持他 所以说曾国藩拒绝起兵 激流勇退 主动请八席兵到南京住房 主动裁撤香军 其实都是明智之举 反叛 怎么反 曾国权明显太冒失了 另外 即便不考虑大事 仅站在曾国藩的角度分析 他也不可能造反 曾国藩用兵 以战术死板 屡败屡战出名 在太平军将领中 不能把曾国藩打得妥水 都不好意思 自称是名将 曾国藩以前给朝廷打工 无论败多少次 都有朝廷撑腰 给他攻钱 攻兵马 他怎么输 都能卷土重来 而一旦造反 这就没有卷土重来的机会了 赢了就赢了 输了则满盘皆输 输赢就是一锤子买卖 只有一次机会 曾国藩对自己的水平 心里有数 他如果有唐太宗李世民 明太祖朱元璋的水平 根本用不着曾国权劝劲 他自己打着打着 也知道自己就算不当皇帝 也能割举一方 朝廷算什么玩意儿 我就反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太平均攻克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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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三桂就算不想造反 也必然会被部下强行绑架到造反的战车上 就算他吴三棍跑了 逃到了北京 下场也不会好 因为他的部下若是造反 必然要打他的旗号骑士 而如此以来,康熙又会怎么看吴三棍 很大概率会出现,康熙借吴三棍的人头一平息事端 吴三棍没有退路,前后都是死,只能造反了 他的部下也没有退路,如果甘愿被裁 最终也是撂倒而死,也只能造反 大家一拍即合,三藩之乱也因此爆发 相比于康熙,慈禧后来裁撤乡军时的应对策略明显就更稳妥 他虽然裁军,但却给了裁撤士族一笔安家费 另外还给了返乡的过路费慈禧,没有把事情做绝 湘军也因此顺利完成裁军工作 所以说,曾国藩如果听了曾国权的话,起兵造反 他可能会死得很惨 他作断东南,看似位高权重 其实很多人跟他根本不是一条心 他拥兵几十万,看似兵强马壮 其实很多兵马并不归他节制 他的老底子湘军自打灭了太平天国后 军心颓丧,战斗力早已大不如前 他灭了太平天国,看似能争善战 其实他的军事才华有限,并非一流名将 离真正的战神还差得很远 他拯救了儒家,捍卫了孔夫子的地位 看似深得民心 其实湘军也是一群活土匪 在东南烧杀劫掠 这导致他在江南老百姓的眼中形象并不好 他有这么多不利于起兵反清的因素 他如果敢起兵造反 其结果可不就是死得惨了 而相比于造反,曾国藩坐吃等死 安安心心当都府 他可能什么事都没有 因为如果曾国藩强势 大家必然都会因为害怕引火烧身 而对他敬而远之 而他一旦处于弱势 大家又会有一种同病相怜的心态 必然会支持他 如果曾国藩倒了 下一个倒的会是谁 绝对不能让曾国藩被朝廷打趴下 他好,大家才能同好 这便是当时汉人军头的心态 慈禧其实也知道汉人军头们的心思 所以他对湘军的打压 一直都在可控范围内 他让曾国藩先裁掉了湘军人数最多 但相对不重要的布军 而湘军最值钱的水师 慈禧是一艘船 一个人也没敢裁 慈禧是沉得住气的人 他不着急慢慢来 时间有的是 不过就在慈禧把精力放在针对湘军时 北方形势突变 太平军的渝部与北方碾军河流 将中原闹翻了天 无奈之下 慈禧只好叫停裁军工作 再次对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 为以重任 一场湘军、怀军、储军 对碾军的联合绞杀战 也由此展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